元旦期间,中国大陆有三名访民在北京自焚自杀 访民聂丽娜3号告诉本台记者 警察制止她自杀之后,雇用黑社会人士打她 她三个月大的孩子也没有放过 河南访民聂丽娜透露 元旦当天她跳河自杀,被北京警察制止 在她带到黑监狱酒精装 据网上消息说 网民江藩和赵云霞元旦当天要在摩泽东向下自焚 但刚掏出打火机就被便衣按住 赵云霞被当局拘留9天 江藩的手机一直是关机状态 另一方面,目前北京的天气已经十分寒冷 元旦以来,访民葛志惠在家中准备了大米、郁寒衣服发给访民 还拄着双拐去探望病困的访民 据留在北京的安徽访民刘建林老夫妇 一直露宿在中共国家信访局旁一条河的桥下 新的一年刚开始,大陆各地访民遭遇严酷打压的处境 似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他们需要各界的关怀 新唐人记者梁新、王明宇采访报导